世足赛热潮席卷印度南部克拉拉邦 有民众为了一起看比赛 集资买下移动房子 还装了大电视 街头也四处可见球星的人形立牌 以及各个参赛队伍的旗帜 世界杯足球赛在卡达热闹登场 这是中东第一次举办世足赛 也是史上最昂贵的世界杯 位于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的城市科技 感染了这份热情 街头四处可见参赛队伍的旗帜 还有大型看板及知名球星的人形立牌 包括阿根廷梅西 葡萄牙西罗和巴西的内玛尔 同时有球迷集资230万印度卢比 折合新台币约87万元买下一栋房子 并把房子欺上巴西 阿根廷和葡萄牙三支队伍的颜色 我们17人计划买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坐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杯 此外他们还装了一台大萤幕电视 让大家聚在一起尽情观赛 为支持的球队加油 这股足球热也传到东部城市埔里 海滩上出现一个2.5公尺高的沙画 描绘了国际足联世界奖杯及参赛国家旗帜 吸引不少游客目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